喜到公子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 搞笑修真有声剧 《朱天际》 作者 庄碧凡 第四百六十集 清零望向远方 近远处天地相接触 一缕赤红笼罩 她转头望向林飞 接下来呢 继续钓鱼 林飞说着 目光从那片断崖处掠过 摇了摇头 以后你还是少动用 这样强悍的力量 这只会让你的伤势更重 一个金单二转的家伙 患伤势加重 何必呢 清零眉心一跳 她诧异地看向林飞 带着震惊 林飞见她这样 顿时笑了 你没必要瞒着我呀 别说咱们现在是合作的关系 信任第一 就说我不过是一个命魂圆满的境界 你的伤再重 我也不是你对手啊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一直压制得很好 看出来还不容易吗 我不但看出你受伤了 还看出你的伤势 应该是与黑龙王斗法之事留下的 嗯 见清零还盯着自己不放 林飞叹了口气 黑水蛟龙变 我还是认识的 黑水蛟龙变 乃黑龙国的王室秘宝 至高的修炼法觉 以酒阴玄水提炼出至纯黑水 来锤炼自身 传言修炼到极致 能令修饰真正的以身化龙 翻天脚海 清零从林飞面上 再也看不出其他 只得不甘心地收回目光 那 鉴于咱们现在的处境呢 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声 千万别小看了这黑水蛟龙变 他们修炼使用的黑水 乃后天阴水之一 专门用来俯饰金丹 你若是不赶紧救治 任由伤势蔓延 搞不好 连自己的金丹都保不住 清零紧敏双唇 莫不作声 不是我吓唬你 一旦金丹修是从现有的境界跌落 金丹受损 下场都是很惨的 很有可能一辈子的道徒 就此断绝 对了 我师父他老人家就这样 金丹受损 修为不保 现在啊 在我们门派的地位 那就一个惨 连一般的真传弟子都不如 闭嘴 不用你管 清零本打算不理会 但被他说得心头火起 甚至 连丹田都似乎隐隐作痛 不由得有些慌了 只能言辞利涩地威胁他 灵妃却丝毫不拒 反而笑了 他神色轻松 欲掉轻快 那可不行 你现在可是我的护身服务 你要是实力不够 我的安危可没保障啊 一会儿 我得想办法 把你的伤治好才行 清零见他说得认真 被气笑了 就凭你 林妃听出清零语气中的讥讽 却毫不在意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清零冷哼一声 不再看他 眉宇间 却隐藏着几分忧色 哎 鱼来了 走 林妃突然喊了清零一声 脚踩剑腰 往群山更深处而去 清零朝后看了一眼 面色冷然 清雷云疏忽而至 带他追上了前方的林妃 两人在群山之中奔驰而过 快入雷霆 又悄无声息 云海在他们周身翻滚 四下扬起狂风 很快 清零便感觉到自己被人盯上了 强悍的气息从四面八方朝他涌了过来 冰冷而骇人 杀意浓浓 毫不遮掩 两人的速度更快 如两道虚影 掠过空间 连影子都没留下 而且明明能够感觉到 已经将身后的人甩开了 没过多久 那种如影随形的窥视感 再次出现 仿佛根本甩不掉他们 清零察觉出不对劲 怎么回事 即便急速前行 林妃依旧是显得游刃自如 她笑着看清零 你仙祖的青龙盾什么样子 你不知道 清零微微一愣 玄疾明了 但震惊之色再显 你刚刚是故意的 青龙九顿本是当年的青龙王清旨 从青龙国传世万年的秘法 清目绝中误导而出 虽然世人将其定义为一本功法 但准确而言并不对 因为青龙九顿天生有灵 难括了青旨一生的道法感悟 虚影画形贯通天地 后来被她取九九合一之意 一体之道分化为九 命名为九顿之术 虽然被分化成为九条青色龙影 但青龙九顿自初是起 便是一体 彼此之间气息牵引 哪怕相隔万里 山海阻隔 也能够轻易地追踪彼此 刚刚林飞冥土内 青光冲天 引得整片墓穴晃动 此刻青龙才明白 她的用意 林飞答得很轻松 对啊 一个个地去寻 太麻烦了 干脆把他们全部引过来 享受一下钓鱼的乐趣 说着 林飞好像 嫌弃跟在自己身后的人 还不够多 便再次打开明土 一道青色光芒直冲天际 在九天炸开 扑身向四周 虽然这道青色光芒 很快消弭 但青龙盾的气息 却传遍四方 原本他们隐藏的行迹 再次曝光 青灵甚至能够感觉到 树道强大的气息 从四面八方 急驰而来 疯了 这人绝对疯了 青灵额头 青筋直跳 觉得眼前这个家伙 简直就是个疯子 大有一种 上了贼船的焦躁感 不要说自己现在重伤 需要时刻压制体内 那道黑水 即便是在他实力巅峰时期 也没可能在群雄环绕的时候 护住手中的青龙盾 到时候真将那些人引来 别说青龙盾 很可能连二人的性命 都保不住 这就是你说的钓鱼 未免太拖大了 青灵看着远处 那道赤红光芒诱动 直奔他们而来 急怒交加 双目击欲喷火 你这是在玩火 玩火无所谓 重要的是最后 烧死的是谁 林妃淡淡笑着 她一边跟青灵说话 一边陡然拔高 立在群山之上 四下眺望 瞬息之间 便选定了前进的道路 再次回到青灵身边 走 青灵望着身前的林妃 心念电转 短暂的时间 已经过了数个念头 最后叹息一声 跟了上去 无论如何 她现在 与这个家伙 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 现在青龙盾在她手中 即便拆火也没用 倒不如暂且看看 即便之后情况不对 她自信 自保的能力 还是有的 托你的福 现在已经有不少人 在朝我们追来 青灵与林妃 并肩而行 没好气地说 追得最紧的 共有十多道气息 其中至少有五人 实力极强 都在金丹三转之上 若是他们联手 别再玩火了 若这些人真的联手 就算是我也护不住你 这些人都是你引来的 真到了生死关头 记得把青龙盾 交给我再死 林妃听到这话 哈哈大笑 摇头道 你别急 我先帮身后那些人 找个对手 说吧 林妃脚下一顿 急迟中调转方向 折向右侧 继续击刑 朝那片散发着 腐朽气息的山坡 声声力吼 从林妃前方传来 地震山摇 青龄见状大惊 目光掠过 林妃望向的更前方 那片山谷之中 浓郁的妖气 几乎凝聚成水气 骇人的威压 不断传来 一看便有大妖出没 而林妃去得义无反顾 似乎丝毫没有 将那大妖放在眼中 不由得银牙紧咬 一双美眸中全是气恼 她迟出片刻 任命地跟了上去 越是靠近那片山谷 越是能够感觉到 那震天的威压 滚滚而动 林妃的速度甚至更快了 青龄将真元 倾泻入脚下的青雷云中 风驰电掣 勉强跟上了林妃 面带金色 你疯了 你怕了 我会怕 我是担心你实力不计 到头来拖我后腿 青龄说完 不再理会林妃 将真元灌入脚下青雷云 一时间青涩滑光大作 她速度在提 越至林妃身前 弄断 fest 天פ